大家好,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 大家在土耳其旅游的时候可以买到什么样子的橄榄罩 像这种铁盒造型的橄榄罩就是很实用 那一般来讲你这个香皂用完以后 铁盒还可以留着用 那这些可以在哪里买得到 就是在休息站或者是在大市集可以买到 但是说真的,我这些都是我在2020年在疫情之前买的 所以现在它的香皂一块是多少我并不知道 但是呢,上面的这块香皂 像这个品牌的香皂呢 以前我在2020年到土耳其的时候呢 我大概第一次都可以买二三十块回来 因为它真的太好用了 味道也非常的高雅淡雅 那像这个呢,就是薰衣草 那大家知道我非常喜欢薰衣草嘛 我为了看薰衣草,我去年还去南法自驾 那当然不是我开车我不会开车 那它非常多的口味就是巧克力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Rossens Rossens它这个是以前大家很喜欢买的一个品牌 那最近看到的很少 那但是我必须要老实说 这些香皂的价格都飙涨了 像这个以前我记得买一块不到八十块台币吧 现在在休息站 这一次去休息站看到一块要一百五十块钱 就是土耳其的 它虽然里拉叠价了 里拉贬值了 但是物价通膨的太厉害 比如说去上厕所 以前只要一块里拉,两块里拉 价四块里拉,五块里拉 那你看通膨多少 还有我们以前会喜欢吃的一个像甜甜圈有傻吃吗 的叫steam meat 以前一个steam meat大概两块钱 四块里拉吧 现在都要六里拉了 所以虽然大家觉得里拉贬值好像东西会变便宜 并没有 我觉得土耳其的物价太夸张了 那尤其像大会要介绍的巧克力跟这个香皂 我非常有感应会是我自己很喜欢买的东西 那当然还有一些是维持不变的 像导游推荐的那些土产物 它的价格都没有变 而且还是一样好吃 所以我真的推荐大家如果去土耳其旅游 可以多买那些物价 那其他的衣服也变贵了 比如说以前我很喜欢去有一家卖衣服的叫Coton 它的衣服现在都比内的贵很多 我昨天去Net买裤子那种紧织伸缩裤吧 就是一条才两百块台币 或者是牛仔裤大概六百多块 七百块台币就可以买到牛仔裤 可是在普通可能牛仔裤都已经要到八九百多 就是它以前跟Net是比跟Net的价格差不多 甚至可能便宜一点 那它现在不管是衬衫啊衣服啊都比Net还贵 0.5倍 比如说1.5倍到2倍以上 所以我会再说去土耳其买什么东西会比较便宜 所以大家要精调吸血 大家好 现在我要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如果在土耳其旅游看到 一定要买的土耳其品牌的巧克力 第一个是Goudaiva 那你会觉得为什么是叫土耳其品牌 对的它以前是比利式品牌 但是一定卖给土耳其某一个有钱的家族了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土耳其看到 Goudaiva的巧克力出现在超市 但是不是所有的超市都有 就是只有几家大型的超市才有 所以这个如果有看到就可以买 这个是72%的巧克力 那这个是最受欢迎的这个开心果跟焦糖 那大家知道土耳其也有产开心果嘛 还有呢这个是柑橘口味的巧克力 另外呢这个是跟那个杏仁 杏仁果的巧克力 那这个是盐味焦糖 还有牛奶巧克力 另外如果在行程上有安排去大市集采购的话 通常导游跟领队会跟大家约在一个咖啡厅集合 因为那个咖啡厅的二楼有免费的厕所 所以呢这个咖啡厅的品牌 大家看一下这个logo 我不会念 那它就有点像台湾的西雅图 那像它自己本身有出很多巧克力 那我特别喜欢买这个巧克力 这一包是56块钱里辣 乘以1.5一包大概是多少 80几块台币吧 那这个是蔓越莓口味的 那另外呢 我还买到这个草莓口味的 很喜欢 大家记得就是认定这个品牌 可以去买这个好看好吃 然后又不贵 另外的这个也是土耳其当地的品牌 这是焦糖巧克力这样一小条的话 我记得大概是几块钱里辣 有点忘记了 那这是我这一次看到的新口味 新品牌也是新口味 或者是旧品牌 但是以前没发现的 像它这个就跟欧洲很像 就是一些骨干啊 然后你会沾上的白巧克力跟黑巧克力 那因为本身我太爱白巧克力 虽然它不算真正的巧克力 可是我还是会买 那这个Darmark 这是雀草底下品牌 就是开心果上面 淋上了黑巧克力 然后这是开心果上面 淋上了白巧克力 那这个呢 是 这个是 就是冷冻草莓 再加上这个 黑巧克力 但好可惜只看到一包 所以只买得到一包 那这个呢 就是 这个就是 那个巧克力豆 然后这个是专门可以 我可以来做那种 巧克力蛋糕啦 或者是就是 你可以把这巧克力豆 融了以后 可以沾草莓的 有点像我们在比利时的广场 有很多 如果你有去那个 Gordaiwa巧克力专卖点 它都会选那种超级大颗的草莓 然后淋上它们的巧克力 然后就是卖给大家 然后可能极客啦 然后用一个小的 类似甜筒状的 这种包装起来 很好吃 虽然很贵 但是推荐大家 如果到比利时 还是要平常 因为它们的草莓 加上巧克力 真的是一绝 好推荐给大家 那我现在也 来开箱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好了 就是开箱这一包 那我先稍等我一下 我必须要把它 把麦克风别在我的领口 要不然我开不了 好我们现在来拆这一包 看看吧 我们要怎么拆 这边吧 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哇它就是像这样子 磕一磕的巧克力 但是它里面的是 包的是那个开箱 稍等我一下 好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就是很开心果包 里面 这个我很推荐 我觉得它超级好吃的 那如果到土耳其旅游 看到一定要买 这个也是在超市买的 一包 我也忘记多少钱了 但是应该是 不会贵到太离谱 所以我才会买 好另外我们也来拆这一包 给大家看 我自己也不晓得 这一包它是怎么样子的 巧克力 柑橘的其实我上次在法国有看到 哇还不错 它是真的是一片柑橘果干 裹上这个巧克力耶 哇好酷喔 因为如果在法国的话是会把这个皮给去掉 就是我上次在巴黎买回来的 我觉得还不错 大家看 这一包 说实在我也忘了是真的买多少钱 但是大家如果有在超市看到 我觉得可以买 我来帮大家试吃一下好不好吃 大家看好的这个品牌 我觉得它刚刚的柑橘巧克力真的很好吃 所以我们现在来拆这一包草莓的 这很可惜 我后来在超市看到只剩下一包 像这样子 我来看看草莓是不是在里面 哇里面真的是一颗干燥的草莓 超级棒的 大家如果看到真的要买 就是整箱把它带走 那时候看到太可惜了只剩下一包 好的我们今天也来开箱这一个 就是开心果焦糖口味的 古代马给大家看看 它这个我就都知道多少钱了 因为这一包 我记得大概是25块钱 里拿 所以的就是 大概不知道台币40块钱吧 这个真的很适合 可以买回来自己吃 或者当做饭熟你都可以 彩香一下啰 像这个巧克力啊 如果说你是夏天带回来 你可能真的是每天放开 那种你的心理想要 记得把它拿出来睡一下 那种心 好那你看 就是这些有一些 开心果的碎片 然后还有一点点的焦糖的碎片 其实这是好吃的 我觉得没有很甜 真的推荐给大家可以就是 买回来送人或自己吃都可以 那这是今天推荐的就是巧克力 还有就是香草 希望大家会喜欢咯 记得到土耳其旅游 不要错过了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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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